完成雙方大數 並不能有雙方大數 還以為 來源顯然是有問題的 標示跟販售的內容 是有差異的 我們認定他是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的 藏位假冒罪嫌 這部份是沒有爭議的 最大罰則是什麼 這個最大罰則我可要看一下 因爲這個要維修 형律那有 這些水賣出去多少 被民眾消毒 可能是從一百年間起開始販售 那我想這個東西吃下去到底對民眾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目前檢驗結果還沒有出來 固然不得而知 但是它很明顯的是 它以幾乎不用成本的方式 然後賺取這個暴力 以幾乎不用成本 因為這是自己違法抽取的地下水井 那這個水井也是非常隱密 我們在工廠裡面 待會會有收證的錄影帶 在一個角落裡面 那這是完全看不出來 這是一個一口水井 那抽 它直接抽到水塔裡面去 跟它其他所購入的合法的水源 混雜在一起